羽毛球是国人喜爱的几大运动之一 近几年来 我国的羽毛球运动参与率 一直都保持在5%左右 羽毛球场也经常是一场难球 而去年呢 我国羽毛球运动 更是取得了非凡的成就 羽毛球选手洛健佑 获得了我国史上第一个 羽毛球世界锦标赛的冠军 为本地羽毛球界提振试帖 也为这项运动吸引了更多的目光 今天就来学习羽毛球的标准动作 灵活掌握小窍门 帮助你减少跌倒扭伤等受伤的风险 在球场上获得更多乐趣 小小的羽毛球 化作或高或低的白色弧线 在球场来回穿梭 目光追随 手脚并用 打羽毛球不仅能活动全身上下 也让我们同朋友家人 共享欢乐时光 不过在开始打球前 别急忙抓球拍 新加坡体育学校助理教练 前羽毛球国手陈明顺提醒 去做好基本热身运动 充分伸展和活动肩膀 手腕 脚腕 腿部肌肉 以及膝盖等 以避免拉伤或扭伤 如果希望能更好的控球 教练透露了一个小诀窍 那就是从正确的握拍方式做起 羽毛球握拍分成两种 正手握拍跟反拍握拍 首先正手握拍 先把球拍震得这样子摆 然后就想象跟球拍握手 这样子 然后形成一个V shape 然后手掌尽量不要超过 这个球拍的框 就刚刚好就可以了 然后反拍握拍 就是把大拇指 先顶在这个比较长的框上面 然后把整个手掌 这样子四个手指在后面 没有打球的时候 就放松地握 然后打球那一下 才握紧 然后再发力 双方对战 一个标准有力量的发球 或许能让你在球场上 先生夺人 注意发球姿势 在正确的位置击球 能让羽毛球进入预定的飞行轨道 进而调动对手的位置 正手握拍 第一步就是先把球摆在前面 左脚向前 然后右脚朝旁边 发球的击球点 就在前面这个位置 然后你就把球 在这个击球点的上面摆着 尽量就这样子握 不要这样子握球 OK 因为有时候你这样子握 你松开的时候 可能球就会歪掉 所以这样子就松开掉就可以了 从下往上 在做这个动作之前 你先转腰 转腰的同时 再把你的右脚 Rotate 起来 然后再从下往上的动作 OK 所以你在挥拍的过程中 你要去判断什么时候 松开这个羽毛球 然后你要在这个点 跟球拍碰在一起 随着羽毛球的跳跃飞舞 接球者难免要在前后场 来回跑动 但大多数时候 人们可能只全神关注 手上的球拍 忽略了脚下的步伐 教练表示 接球时要同手同脚 通常我们在往前 打一个球的时候 脚尖应该朝向 击球点的那个方向 很多人他们可能 会有一个习惯就是 脚尖朝里 这样子去打 打那个球 OK 这样子的话就很可能 会扭到脚 所以最好就是 比如说你在这个点打球 脚尖就朝向 那个击球的那个点 去打 去打 这样子 当高远球飞到后场时 没有张法的慌忙后撤 可能会跌倒 扭伤 掌握垫步小技巧 能使你更稳地接球 如果球在你后方 很多人可能就是会 这样子倒退 然后这样子去打 这样的方法 这样的方法可能会造成 你的重心失去平衡 我就建议可能初学者 可以学一下这个 垫步的方式 就是好像螃蟹走路一样 在侧着往这样子垫 然后再打 这样子你就可以比较好地 保持你的重心 在球场上挥洒汗水 自然让人畅快淋漓 不过羽毛球爱好者 也需要注意打球频率和时长 不宜过度运动 给肩膀造成负担 活跃健康教练 王婉欣 就呼吁公众留意肩膀的健康状况 鼓励公众平时多活动自己的肩部 以更好地支持日常的肢体动作 和运动协调性 现在我们由健鸿来示范一下 两个很简单的运动 第一我们做一个肩部旋转 首先先把手指放在你的肩膀 向前画十个小圆圈 慢慢做 做完之后就换方向 记得也做十次 这个运动你可以在 有时候散步的时候 还是在看电视机的时候都可以做 当你的肩膀比较舒服的时候 现在你就把你的手指伸长 现在就画比较大的圆圈 当你画比较大的圆圈 现在因为你的肩膀比较舒服了 我们就要加强你的旋转能力 做完了十圈 就往后做十圈 第二个动作 则是帮助我们强健肩胛骨周围的肌肉 可以靠墙 那我们需要三点动墙 就是你的头部 肩膀 还有臀部 你的脚如果觉得有一点压力的话 那你可以弯曲你的膝盖 减轻那些压力 那我就需要你的两只手 放在墙壁上 开个90度 上下滑十次 慢慢做这个运动 平日里注意肩部健康 能让你在打羽毛球时 更加发挥自如 而打球时 注意调整细微之处的动作 掌握基本技巧 将能有效降低受伤的风险 也帮助初学者养成好习惯 为增进球技 打好基础 今天的试诚有约就播到这里 欢迎浏览八世界新闻网 以及新闻深呼吸 Facebook页面 收看网络视频 感谢您的收看 我们再会 再见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明镜